但是我一劝爸爸减肥呢 我儿子就劝我 他说为什么你总误会 爸爸瘦下来是个帅哥呢 就像你瘦下来也不是美女啊 他爸就批评他说 你懂什么 你妈是耐看琴 使劲要看很好看 我儿子说可惜大部分人 都不使劲要看 现在他爸一看我 他就问 爸爸今天你使劲了吗 爸爸说放心 十几年了一直在努力 我一直觉得 那科技这么发达 但是并没有解决 身材管理的难题 你现在问任何人 包括我们嘉宾 包括我们美食团的成员 无论问谁 他们都会告诉你 闭上嘴迈开腿 对吧 腿痛 我想说千年万年过去了 还是这六个字 原始人不都这么减肥吗 那我儿子呢 他食欲也不错 小时候呢 我就担心他吃得少 有时候担心小孩没有食欲 现在青春期嘛 又怕他吃太多 经常提醒他注意 就搞得他很不尽兴 很不快乐 所以亲子餐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做的 尤其在别出心裁上面 就更难 现在的孩子 比我们小时候 条件都好很多 所以你很难在厨房 端出一盘东西 令他说 哇 雷特 太难了 那记得我小时候看童话 经常有美食 让我哇出声 比如说 格林童话里的格雷特 在鸡上抹黄油 因为太香 边烤边吃 甚至客人还没到鸡 就被他吃光了 安同生童话里 小鬼和小商人住在一起 那在每个圣诞节的前夕 他总能得到一盘卖片粥 面包里还有一大块黄油 哇 童话里的美食 这么丰富诱人 童话里的人却吃不胖 这是为什么呢 那所以今天呢来到这里 我特别想向大厨们讨教 如何做出童话里 梦幻 健康 营养 执长身体不长肉的 哇 亲子餐 谢谢大家 谢谢我亲爱的首尔 今天不仅是来吃的 还是来偷诗的 对 那你今天的这个提案就是 其实是解决 我生活中的一个难题 怎么样的亲子餐做出来 能让孩子爱吃 健康 营养 而且又能够更好地进行身材管理 这个亲子餐怎么做啊 思考一下 在好多节目里面都看到 你分享和孩子相处的一些过程 你都是把他当朋友一样对待的 对 随着年岁的增长还是这样吗 还是他有一些叛逆的状态 会有一些这样的苗头 比如说之前 我儿子过生日 我就会邀请他的一些小伙伴 或者我的朋友来给他一起庆祝 他都会很开心 然后到突然有一天 这十岁以上就会露出尴尬的笑容 他会说其实我不想那么被关注 围在中间 而且不希望就是我邀请我的朋友 比如说杨迪一起来给他庆祝 那这样 妈妈我们感受一下你的心态好不好 现场有好多熊孩子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刁钻的问题 要解决一下 妈妈 这一点都不好吃 我就要吃炸鸡 我要吃雪糕 我就不想吃饭 可以 一口炸鸡 两口白菜 行吗 这么有点亏了呢 感觉 两口炸鸡 一口白菜 一口炸鸡 一口青菜 再说就不行了 你直接吃汉堡里面本身就有菜 那妈何不如吃汉堡呢 里面也有菜 可以啊 但今天吃汉堡 明天一顿营养餐 你看 更酷 那还是一口炸鸡 一口青菜吧 对 可以 成交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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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蹭 对 玩会比 比掉了 让它养的小猫 不让它 这小猫玩 磨蹭呢 已经快到12点了 还没睡觉 我们家红小 我就让他写到几点后面的时间 都属于他自己 早完成能早玩是吧 如果他真的写到12点 我会说别写了 明天老师会批评你特别好 妈 我朋友圈你别老去给我点赞了 你一点赞 我朋友都不敢在下面评论了 朋友圈把你屏蔽了 那我以后不点赞了 但我得看看 那你想看什么呢 老师都说了 我们有自己的隐私 行 屏蔽我 别告诉我行吗 屏蔽我还告诉我 这就伤害妈妈了